大家好,我是方斌 因为我每天在搞这个前线采访 这样呢,因为我每一次出来 我觉得外面没人空气好 我就不戴口罩 这样我就戴口罩闷人 那现在呢,因为我这个视频发出去 很多人就在好心的窜我 就是要我把口罩戴上 那这个武汉话要挺好人窜的 结果就把口罩就戴上了 尽管这没人,你看这 我们这小区没人 知道吗 尽管这个没人 但是呢 就是口罩戴上还是安全些 你突然出来个人了,是吧 所以这也是对的 这个昨天我想去火葬场了 这个去不了 他就一定要通行证 就是去武汉这个 因为他到黄庇了嘛 通行证我在社区开 可是社区了 他就必须要我了 就是说你去那里干嘛 就是说谁要我去的 如果我自己去的 那就开不了通行证 如果是红十字会叫我去 当义工 那红十字会 我只是把我的车牌号告诉红十字会了 我说需要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 可是他红十字会没有给我打电话 他也没要我去火葬场 知道吗 所以就只有就是哪个单位 所以就只有哪个单位这个 比方是哪一个新闻机构啊 这都没人是吧 我们这后湖 后湖四路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还行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还没有人得这个肺炎 就武汉比较严重的主要是 从他们船来的吧 就是什么唐家墩啊 长青路啊 北湖啊 反正就是城里面 就是那一代 那时候很严重 所以很多小区也封了 反正现在发起警告啊 就是那是危险的地方吧 就是那个地方危险 就是叫大家没事少去 就这个意思吧 危险吗 那我就去看一看吧 看那咋危险 好吗 我就看一下 那今天呢 我就去这个 就是说几个危险的地方吧 就看一下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看看大街上吧 大家生活 然后这个什么是个什么情况吧 因为既然我在前线 既然在前线报道 那肯定要进前线嘛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不然怎么叫前线呢 是吧 因为我发起的这个全民自救运动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全民要知道真相的运动 就这个意思 既然是要知道真相嘛 那你就要去 前线去 就知道 是吧 现在是 现在是瘟疫发了嘛 那这个比较这个 呃 就能够反映去那情况的就是 瘟疫发的厉害的地方嘛 然后再就是医院了 是吧 当然还有就是 什么那个病房啊 这些 那病房呢我肯定进不了啊 他不让我进呢 是吧 那就没办法采访啊 所以呢 我就先往这方面走 好吧 那我现在呢就往这几个传说吧 说危险的地方我去看一下 好吧 因为我们这个全民自救运动啊 它既然是这个就是都要全民知道真相的这一个运动嘛 那这样的总有人呢就要往就是往这个就是相比来说吧就是这所谓的前线嘛就是危险地方去吧既然我是发起人那我就先去吧是吧 这就不像有些什么伟大的党是吧 然后呢要别人有什么危险要别人往前冲他在后面指挥是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那我们就不是 我又不是什么伟大的党 哈哈 又不是个什么是吧 我就是方兵 那么所有的这个 在这一次这个瘟疫吧 有三个三个小女孩出来结伴走 在所有这一次这个就是发瘟疫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通过各种渠道 在网上啊在现实中啊朋友中啊 传播真相的人 就是说就是这个究竟是个什么回事 知道吗 就是就是这个疫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传染的 是吧 这些得了疫病的人 是吧 究竟是个什么处境 疫情的情况如何 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得 什么样的人不容易得 等等这一切 是吧 包括这些物质供应啊 这个人的生活啊 方方面面 只要是 在这里面这个讲事实的人 是吧 揭露这个事实真相的人 都是我们这运动中的一员 所以呢 这个全民自救运动啊 我现在看了 真的几乎已经达到全民了 尽管我是一个发起人 是吧 只能说叫个发起人 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参加这个运动的人 中国这个十四亿人嘛 现在 我觉得现在十亿人都不为过 真的 十亿人参加都不为过 我可以 我可以大胆的这样说 知道吧 而且 我相信 超过十亿人 知道吧 就所有的在讲真话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 都是 这个 呃 就是我发起的这个全民自救运动的一员 所以呢 就是 看起来好像说 哎呦 方兵里一个人老子前面天天采访采访 是吧 天天去报道 看起来好像一个人一样 其实我非常清楚 知道吧 我不是一个人 知道吗 我是真的有十几人 哈哈哈哈 这我非常清楚 知道吗 哈哈哈哈 因为十几人都想知道真相 都在说真话 知道吧 这就是现在的 呃 真实情况 这是真的 知道吧 我现在到的这条路 看一下 这 古早树落 就是 古啊 就是中国人的 咕咕 嫂子 就咕嫂 咕嫂 好树落 这个红旗渠路 就是我要是右转 就是我从这边呢 我还是从这边转 过去 这边就是华南海鲜市场 就是 我现在就在华南海鲜市场的附近 但是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封了吧 再去也没用 知道吧 反正已经这个 已经封了 这样我就往前走 这样我就往前走 就是看一下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这些附近的 就是这一带 就是唐家增的这一带 就是唐家增的这一带 现在大街上人多起来了 今天天气啊确实挺好的 今天是1月31号 就刚才说这个要知道真相嘛 那现在为什么知道真相这么难呢 那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啊 他很多事情他不公开不透明 知道吧 这样的人们你不公开不透明呢 人们就会怀疑 这是人之常情对吧 你像说那个前几天在网上传 说瑟光运来了350灯的这个收菜 说是给红十字会 给红十字会呀 后来红十字会说没有啊 没有说啊 后来商务部呢在网上又说 他拿他们在超市卖 卖了钱给的红十字会 先是在微信上说 后来红十字会说没有 钱没有给红十字会呀 商务部 你看这样说商务部又说了 这个钱呢 是没给红十字会 说他拿去救灾去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问题我觉得啊 也不是说说红十字会怎么样 或者是商务局怎么样 就武汉商务局怎么样 我这个人呢我觉得 我总是以好心来看人 知道吧 我相信绝大多少人都是善良的 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尽管我吃了无数的亏 但是我这一点变不了 我坚信绝大部分人是善良的 而且我坚信绝大部分中国人是善良的 因为中国人真的是善良 知道吧 就原来我们有些同学啊 有些人说哎呀 像你这么早的研究生 知识分子什么 你都不去美国啊什么的 我就是你给钱我都不去美国呀 知道吗 我说我干嘛我要去美国啊 我中国人 知道吗 那么多人这个叫什么 去美国 知道吧 所以有些贪官 贪的钱怎么 贪的钱怎么把老红孩子弄到美国去 变成个外国人 我又搞不清 你弄了那么多钱 去当外国人 哎 很多事情了 匪夷所思 知道吧 我始终认为我是中国人 中国好 中国人也真的是很好 知道吗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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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这个地方 现在大陆这个位置 他就在这个环境 你怎么办呢 不公开不透明 知道吗 你不公开不透明 别人就怀疑 你现在又没有一个 独立的机构去调查你 你不公开不透明 也没法去采访你 所以别人就怀疑 有这样的问题 知道吗 现在还 哦 红灯 这什么呀 支咗物质 嗨 Minute 路的董 这救灾物质啊 灾火的 啊 哦 救灾的 清 清山自愿者 这啥东西啊 洗手衣 洗手衣 往医院里放 对 去顶点医院 顶点医院 哎呀,谢谢 没事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香姜肉 中文字幕 外面一堆助力武汉 共抗疫情 我就说嘛 中国人真的是很好啊 真的是一方有浪八方之源 真的是这样的 知道吗 助力武汉共抗疫情 一集装箱啊 都是洗手衣 是 刚才我是帮他们搬了两下 搬了两下 因为我要这个 因为也不好采访嘛 拿了个手机要换个换 我觉得影响视频 等一会我采访完了 再去帮他们搬一下 因为帮他们搬的时候 不可能去采访了 就不可能去照了 知道吧 这里呢是 香江路 这个小区封了 我就看一下怎么回事 就对面 就这里 哎呦 这小区都疯了 这怎么搞啊 怎么 怎么 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他怎么不让进呢 问他们那里 那里 存款执法 这懒着车怎么进呢 这 车子不让进的 不让进车了 怎么回事呢 中裁区 不叫病人啊 警报车子 病人的一个病人的 别人的走路 一个病人 几个病人的 走路可以啊 就是车不让进 车不让进 你这本身不能坐车子 对 这本来就死了 这本来就死了 死了 我从这里帮他们搬东西 我都把路挡着 他肯定不能坐 不是不能坐 几个病人在那里面 知不知道 要多少 他们医生才知道 医生才知道 对 他社区里有 管这个医生 我们是手痛这个 你们反正就在这里守着 守着 对 进去看看体温 究竟 两下体温 对 然后有什么体温就可以进 你比方说 我体温正常我就可以进了 对 体温高了 我们要跟社区反应社区 对 然后你们有多少病人 你们也不知道 反正他要留守着 守着守着 对 他有那个体温操标的 他应该就告诉他们 给我量一下 报给他们 35度 35度 太低了吧 我怎么这么低温度 正常的问题 我有问题吧 我一般都36度3 我量几次 算你点低 反正我肯定36度 我肯定是正常的 他这个小区呢 是被封了 车不放进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看守人员 封在里面的看守人员 究竟有多少人感染 那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只负责量体温 这个小区哪一家感染了 搞不清楚 反正里面有感染的 这边有感染的吗 这边有感染的吗 这边有感染的 他都挡着 路都挡着在吗 不知道啊 别说了 又吓我 我告诉他 肯定有感染的 我又挡着路都挡着干嘛呢 肯定是有感染的 他们那个叫什么 医生知道 他家 他把家封了吗 谁知道是哪家呢 这个小区里面呢 还是有菜嘛 他们这感染的家呢 他就给封了 知道吧 肯定也不让别人知道 是哪一家 你们这还卖菜啊 这菜从哪来啊 这郊区过来的 从哪郊区啊 车都不想走 怎么过得来的 而且早上过来的 早上过来的 他们路口说 这里头有人 这里面小区有人感染了 是吧 没看到出镜 没看到出镜 他路上封了 他可能 他来家可能锁的 把他的门关的 这个小区啊 有点 这是还老旧小区啊 他就是把他们家给这个 他们家给这个封了 就这样的 大概这个情况吧 我也不好到去打听 好吧 这个唐家敦路吧 这附近的 这个应该叫北葫芦 这有个小区 这个小区的 这个门原来是走人的 现在也是封了 反正是不让进 是个什么情况的 现在就不知道了 门反正是封了 人是不让进的 来看一下吧 这个门也是封了 这个门 我看看啊 这个门封了 看到了吗 不知道这个小区叫什么名 反正在北葫芦上面 有个小区 哎呦 老房子 这个小区也封了 他封死了 看得到吗 都封了 他小区没名 有个五十六栋吗 有个五十六栋吗 反正小区 大家看得到吗 是吧 他封的就是人 不让人出 不让人进嘛 那究竟里面怎么回事 这我也进不去啊 没有小区没有名字啊 武汉市江汉区姓歌协会 武汉市江汉区姓歌协会 有个小的 小的 这个也封了 看到了吗 他封路是武汉市公安局封的 上面写的吗 警察嘛 也封在这 这个小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 反正我现在在北湖路上面 就北湖路上的小区 这两边的小区 北湖路两边的小区都封了 小区里也没有人 看到了吗 你们在这怎么值班啊 哦 他那个小区怎么把门给堵了干嘛 哦 哦 封了这边走 哦 我下来我肯定戴口罩吧 好 那我带上吧 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 中灾区 好好谢谢啊 那别的这小区怎么都封了干嘛呢 这干嘛封了干嘛呢 这干嘛封了干嘛呢 这是紫情的 他都封了 他说这是重灾区 就是不忘进了 小区不忘进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进不去了 哦 这有口子进的位置 这都封了没 看到了吗 都封了 都封了这里 北湖 那就北湖这里看来是重灾区 那就封了 他就留个大门 然后大门呢有人 然后就可能生活上啊 嗯 可能就大门咱们有人 帮到这个服务吧 那这个地方就这个情况吧 然后现在呢 他们可能说这个 就是有些医院呢 什么的还严重 看明天嘛 再找时间我再去医院嘛 反正我是 二十 就是 就是封城呢 武汉封城之前那两天我就去了 那两天呢 人是一般 医院最多是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就封城那两天 那人呢简直是多得不得了 那人几人那几天一个医院都有 后来去了几天呢那也是有几百 现在关键问题呢 就病床怎么样 所以有一种又 我很难调查得到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公开透明的问题 知道吧 你就是 再怎么说 我们 我们这个搞的这个 全民自救运动 是吧 实际上也呢就是 既然是一个知道真相的运动嘛 也就是要求公开透明的运动 这是一致的 知道吧 有些人说呀 那你这公开的 天天在外面去采访 大陆的警察不是经常抓人吗 就不把你抓了 我怎么想呢 那个警察他也是人呢 那警察他不是人 他不想保命 他不想知道真实情况 对不对啊 不知道真实情况他怎么保命呢 他怎么知道怎样去保命呢 他直接把情况搞清楚才知道怎么保命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是十多亿人 知道吧 有十多亿人都是 在我们 都已经参与了我们这个运动 真是这样的 就警察一样的 他也想知道真相 知道真实情况 知道吗 有什么担心的呢 是吧 当然我也谢谢大家 对我的这个安全的这个 担心呢 是吧 这都是好意 知道吧 非常感谢大家 好 这边就是 疫情就是重灾区啊 他就在他的这个 南边 就隔离下发展大道 武汉有一条路叫发展大道 我现在所在的路叫新华路 然后呢跟发展大道有个交叉口 这个路口的北面是华南海鲜市场 南边就是唐家墩 就刚才我的北湖 我住的那个所谓仲裁区 在那个位置 这边都封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那还是保安还是有有几个站 看到了吧 这都已经没人了 这都已经没人了 只是有几个保安在 有几个人 就有几个人在 不让拍 他还不让拍 知道吗 有保安 我就拍他 他说不安排 这就是华南 华南海鲜 这样呢我就往北边走了 好 这样呢就新华路到这边呢 就沿着新华路 就到长青这一带了 可能情况也就差不多 这边呢我就不去小区看了 小区恐怕也是 情况也是差不多 因为那个 去报道出来以后呢 就是第一个这个 发病的 其实他并没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 所以呢现在这个病员 究竟第一个发病的是哪里来的 其实目前呢 还处于这个未知之阶段 还在调查阶段 知道吧 但是目前毫无疑问的说 华南海鲜市场 这附近 这肯定是发病最多的 这肯定是重灾区 看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看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就 就报道这么多吧 然后再看明天 看有哪里急需的我再去 好 谢谢大家啊 大家好 本来说今天就到这里了 知道吗 刚才这个回家的路上啊 又想起一个问题 就看到网上传的啊 就把那个封别的家门的时候啊 就说他们家是吧 谁有这个得这个肺炎了 然后就把他们家门堵死 把他盯了 就是门给盯住 然后拿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木棍啊 跟他撑起来 这就把人给锁在里面了 是吧 我就一想啊 就觉得这个非一点这个残苦无情 是吧 可是人是有情的 那么即使你要把别人这个隔离 那也都是文明的 有时候呢 我就是怎么想啊 就是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这个 呃 生死啊 就是说 一个人 就是不能 为了这个 集体的这个安危 而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安危 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 就是剥夺一个人的安危 就等于剥夺了所有人的安危 这是个什么道理了 就是说今天你可以剥夺这一个人的安危 明天你就可以剥夺另外一个人的安危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久 所有的安危都没得保障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但是你今天保护了这个人的安危 那么明天保护了另外一个人的安危 所有的个人的安危得到保护 也就保护了所有人的安危 这个道理啊我想 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呢 就在中国大陆啊 真的很多人不明白 知道吗 很多人就以保护大家的安危 去剥夺某一个人的安危 这是犯罪 这是犯罪 这是真的犯罪 知道吧 每一个人的安危 就是大家的安危 任何一个人的安危都不能被剥夺 对不对 我想这个问题啊 大家真的得好好想一想 知道吗 每一个人的安危都不能被剥夺 没有个体哪来的集体啊 我的天哪 是不是啊 自己说方斌 那你一个人 你说你往前去 这么危险 你到医院去啊 到哪去 你为什么去啊 他说我自愿了 清楚吗 我不是别人的强迫 我自愿去 那么这就是说 每个人你可以自愿的去做什么 神造了人 上帝造了人 那么每个人 他天生就具有他的生存的传递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无论你以什么名义 你以集体的名义也不能剥夺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你以集体的名义 剥夺一个人的传递 你 可以说是你以个人的名义 你剥夺他的传递 还要犯的最大 因为什么呢 你找到了一个光免堂 为你犯罪 找到了一个理由 知道吗 就是大家的旗号 你就犯罪 你一个人去这个 为你个人利益 你去剥夺某一个人的传递 大家还能够指责你 还能够制止你 所以你为什么为了你个人 你去干这个事啊 剥夺这个人的生存传 这个叫什么 安全传 可是你是打着大家的名义 去剥夺他的安危权 那还给你的这个叫什么 你这个犯罪 还提供了保护了 这个犯罪就更大 我说的对不对 希望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好吧 这是我们小区 我这就坐一下 想着这句话说一说 好,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